它是照我们四楼的房屋可以走一圈 全长是238米 这一圈的厂度是238米 那一楼的墙体厚度是2.53米 刚才我讲了十台积的厚度是2.53米 那到这个四楼它是墙体是半斑的缩小为1.8米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通道走廊就是走在墙体上 那下面摆的这个玻璃是去年才摆上了 它是为了保护下面的墙体 外侧这个0.8米是作为楼顶的沉重 对啊 那外侧这个窗户它都是层外窄里面 这些宽环环巴形的 这个都是作为吊望口跟射击口 总共窗户呢有56个 它是代表的啊 就是56个民族的 为什么会拔蚁啊 蛤 为什么会拔蚁吧 不会啊 好了我们先参观先听讲解 今天呢 看到这个阳台上就是看 观看呢 这一楼楼内全景的最佳场所 也可以拍照 让我们看一下 二楼的构造 从外面看呢 它跟其他的土楼呢 是差不多一样的 进来看呢 它是让大家呢 大开眼界 那二楼楼呢 它是一座内外双环的一座土楼 里面呢 这一环呢 比较矮的这一环呢 只有一层楼高呢 是作为厨房跟餐厅 那外环呢 就是我们现在站在的 这个位置呢 是外环 它都是作为居住的 二楼总共呢 是16个单元 里面的公共单元呢 有4个单元 是作为公共的人 踢道跟厅堂 那其他的12个单元呢 都是作为住户 以前呢 蒋世雄楼的创建者 蒋世雄呢 他有6个儿子 一个儿子呢 他是分两个单元 那一个单元 就是霸内院的 一个小人进去呢 一到四楼呢 是为一个单元 两堵红墙这样隔开 一到四楼呢 是为一个单元 那外环呢 一楼的 怎样分呢 一楼呢 都是老人家在居住 因为呢 老人家比较不方便 不用楼上楼下来跑 那外环的二楼跟三楼呢 是年轻人居住的 那到四楼呢 设计格局呢 是为两房一厅 两个客房 中间一个客厅 是作为招待客人的地方 因为宾客至上的意思嘛 到四楼呢 还有一条呢 环形的隐蔽通廊呢 把十六个单元呢 都连通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称它为 现代楼中楼的连体别墅 那等一下 我们就会到 四楼的隐通廊呢 步行参观 绕绕圈 好 拍照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上 十六个单元祝物 每一个单元呢 都有小天井 大家看一下 走过来 看一下这边的排水口 跟前面的排水口的图案呢 是发生了变化 不一样 前面排水口的图案呢 它是一个苹果的形状 而这边是冰糖 它是一个糊涂的形状 糊涂的意思就是 葵水不留外人田的意思 那这里呢 是冰糖 也许它的血液 糊涂 糊涂糊涂的意思 糊涂 这个是二楼的冰糖 是蒋家的意思的地方 也是红白喜事超乱的场所 就是半桑寺 三点桑寺的地方 还有超乱 夜情的地方 那大家抬头看看 上面的这些彩灰跟壁画 就是体现了这一楼文化底液最深厚的 我们这一楼的它是壁画最多 达到了966屋 还有这些建筑它非常特别 它是采用了学养教筑化 是用水桃结额 没有用一根铁钉 一根铁钉 石头结合 都这样提醒小事老公 接接什么铁钉 又会到中间的铁钉 这样 有点真正的 有点真正的 那我们接下来 又要上楼台湾 那我们这边的报骨侵蚀呢 是达到1.2米 以前呢 宰相府门口的报骨侵蚀呢 只有一米高 而我们这边是达到了1.2米 可见我们当时呢 蒋师兄的财富之雄后 那上面有一部呢 雕刻八卦形状 就是称为部队 跟这一队报骨侵蚀合成呢 就是人当部队的姿势 好来 跟上来喔 跟上来 这就是茶醋 这就是茶醋 喝茶吗 喝茶吗 喝茶吧 喝茶吧 喝茶 我一下 我个人 Miller 是这个区乃的 那那个大人坑呀 惨不准啊 这个大人 quê呢 深地变息呢 独生 Advisor 那里面呢 这两口水井呢 是根据呢 太极八卦中几乃黑白良辕而建的 这两口水呢 是21楼里面呢 200多年来的 营用水之源 泥民的营用水之源 是 roughly 这两口水井呢 她有另一个 奇特之處就是常年水溫相差一度 這麼大的一座土樓 還有相當於現代的擴音設備 就是我站在這個位置 這塊石頭它具有回應的效果 就是相當於現代的擴音設備 大家可以過來體驗 這塊石頭 就這塊而已 以前最頂峰的時期是住了四五百人 他樓掌或組長在這塊石頭上大海 讓家人出來開會 唯一一個石頭 小古石 那一座土樓是建得十分整圓 聲音講出去是靠牆壁反彈回來 教會處就是在這塊石頭上面 跟北京天堂的火硬壁是同樣的原理 那這個是土樓的正中心 對 中心點 中心點 對 大會了 好 讓我們來做這個盛大堆壁 這個排水口還聽講究 標誌有圖案 圖案像一個蘋果的形狀 排水口的圖案 蘋果 蘋果大家知道 是孕育了平安的意思 這邊是大人 排水口圖案是蘋果的形狀 就是當時蘋果呢 是預祝了賓客家人 出入了平安安的意思 好 好 來 我們走進來 衝到北本 地下平道 等一下我們從北人裡面 這是傳聖宗 相當於現代的本領 這個設計呢 就是以前呢 如果呢 樓內居民外出辦事情 燈業的時候呢 回來 三個本呢 都關閉了 可以到自家的傳聖宗呢 叫喊 讓家人出來呢 開門 這樣呢 不會打擾其他人的休息 別的那個洞小 它是外宰地點關 所以我們 字母那個字字形進去的 這個設計呢 就是考慮呢 槍炮呢 打不進去 劍呢 射不進去 只有呢 聲音能夠傳進去 整座二一樓呢 它有十二個單元住戶 每一個單元住戶呢 都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呢 它體現的設計最科學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樓內參觀了 南洋樓以及東洋樓 所以呢 大家要跟緊不要走丟喔 我們先參觀二一樓 那另外呢 兩座土樓呢 我們是要從那個路口走進去 所以呢 大家要跟緊不要走丟喔 好 好了 我們先首先呢 展現在眼前呢 這一座二一樓呢 它雄偉壯觀 享有呢 神州第一元樓 鄰居瑞寶的聖譽美稱 被稱為呢 土樓之王 因為它是 福建土樓當中呢 三地遍地呢 最大的一座一樓 三地呢 是達到了 九千三百平方米 所以呢 被稱為 土樓之王 那二一樓呢 它是在二零零八年的七月份呢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憾 到現在呢 是兩百七十四年的歷史 二一樓呢 它是建立了 清乾隆的五年 一七四零年 開始重工事件 前後呢 是建了三十年的時間喔 直到啦 清乾隆的三十五年 一七七七零年 才運工完畢 到現在就是兩百七十四年的歷史 它的特徵呢 它的特徵呢 就是保留最完整 設計最可惜 所以呢 等一下大家呢 要跟著我來聽講解 不要搞讚喔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台面 二一樓 那為什麼會取緣為二一樓呢 主要取緣呢 中間那個一字 一呢 才是一金呢 一山水 一家寺 一兄一弟 因為整座土樓呢 它是一山磅水而建 居住起來呢 是東暖夏梁 渴望呢 家庭和睦而居 所以呢 就取名為二一樓 當時呢 建這座土樓 二一樓的樓創建者 叫蔣志雄 他姓蔣 蔣介石的蔣 建這座土樓的目的呢 是為了聚足而居 黃韵土魂而建的 所以呢 兩百年來到現在 樓內居住的都是他的 後代子孫 那我也是 裡面樓比任的 第十代子孫 裡面呢 也有我們的黃字 待會呢 我們就會到我家來參觀 樓中樓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外牆設計 外牆的樓高呢 有十六米 有四層樓高 一到三層呢 是不開窗戶的 到四樓呢 整圈呢 開窗戶呢 所以一定要讓孔跟射擊孔 它下面這個特厚的石台 其實呢 是用筷石的花 很重要的去建成的 附出地面的部分呢 是達到了兩米多高 而深埋在地下呢 有三米的障 這樣放下累積呢 是五米多深 就是黃綠系統的考慮 如果呢 敵人通過來採用花地道的方法 它是沒辦法呢 我要結局了 因為呢 皮肌非常的深 有五米多深 有五米多深 谢谢大家